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交部发言在14日例行记者会上 说再次敦促菲律宾方尽早撤走敌风的中导系统 美国这个敌风中导系统 因为美国已经把这个部署在了菲律宾 中共说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 中方以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立场 想再次强调 飞方引入中导系统这些战略性进攻性武器 是配合域外势力制造地区紧张对立 调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挑衅和威胁举动 是对本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历史 什么地区安全极不负责任的选择 敦促飞方正视地区国家和人民湖人 尽早纠正错误作法 按此前公开承诺尽早撤走敌风中导系统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中导系统啊 直接可以堆着啊 这是五千公里范围内都叫中导啊 所以中共这表态好像 感觉好像是 当然是很肯定很怕 美国现在新上任的川普政府里面啊 国家安全这一块的 是绝对对啊 包括外交部啊 国务卿这人选是对中共极其强硬的 我们听听 这个阿尔先生结合啊 美国这几天的事情 你怎么看这事情 我我觉得中共是打打的不妙 首先第一啊 那个你看外交部的这个想法 就首先第一点 你就你这种语气给人就是也是遭人恨 然后你给人说教 对吧 人家又没部署在你国家 又没部署在你边境线上 你叫什么叫呢 对吧 然后 菲律宾之前 也没承诺说 我好像也看 没有说撤嘛 对吧 也就媒体上面在说 你真正真正是不是菲律宾承诺的撤 大家也不知道 对吧 然后这一个什么动向呢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周围把中共给全部给围死 围死以后 然后 你只要 只要为后面进一步行动做准备 进一步什么行动 就是病毒溯源 因为川普已经开出价码了 50万亿 对吧 你先 你先给50万亿 先给我赔出来再说 然后 如赔好 对吧 那个 各种手段都会上 包括军事手段 如果说真的话 你也要 就是说 各种都要 准备好 现在他会不知道 现在什么情况吗 马上就是已经是大兵要压尽了 就兵临城下的感觉 而且 各种 就是说 这两天天天出的消息 没一个消息 对中共是好的 首先第一 你就是说 你卢比奥的那个制裁 你是撤还是不撤 对吧 你如果说你不撤的话 你怎么跟人搞外交关系 就直接就断交了 说白了就直接就断交了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事情 很有很大的一个看点 是什么呢 就是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也好像也没有 那个叫什么 最后最后提名也没定下来 对吧 然后 因为之前路德 你也说 就是说 财政部这些地方呢 还可以给他稍微留个口子 传个气 让他有一个这种侥幸 抱侥幸的心理 但是现在也没有 我估计也是会是 就是说对外啊 这些对外有可能都是 直接就拿着刀怼着中共的 而且就随时随即就可以砍下来 所以我觉得 习这两天他出去 而且他还要在那个 叫林峰会上面 就跟拜登见面 这个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这个又是一个很 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而且 最近啊 那个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你看 中共国内的那个股市和汇市 就双双就开始下跌 对吧 就 而且就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市场恐惧 因为这个谁都知道 你这个一个班子 你不要说 是不是最后 参议院全部任命通过 他只要是这个班子的 呃 那个名单出来以后 很多厂家 包括做生意的 呃 都知道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无解的 你你随便怎么样游说 你都没有办法游说的 只有就是说 你立马现在就 立马在1月20号 他们上任之前 就赶紧就撤走 而且再说 按这个态势看来 就是呃 你1月20号之前 如果说 尽快抽身撤离的话 我是说那些 在中国还还想 刀尖舔血的那些企业 那些商人啊 很快就是川普上任以后 第一天 你别忘了 很多东西 他是可以呃 先是发总统令的 就像 就像那个拜登上台一样 就先 他先发总统令 然后你总统令 就马上可以实施的 然后他 有些东西 他不是必须要立法 要参院通过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还是有一段时间 所以 所以这个事情 我我是觉得 就是说 呃 在明年 就是说 1月20号 之后 会就是这种 公事啊 会排山倒海的来 先是 不管是从经济上面也好 是从 那个 叫什么 就是外交上面也好 就 就肯定 我不知道 中共在明年的上半年 能不能够撑住 能不能够顶住 这 这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 呃 而且别忘了 就是那个国防部长啊 就是 那个是非常非常震惊 而且我觉得 呃 这个习肯定是下的不轻 因为 因为这个都是 已经是公开的 就直接采访 严调室 什么信号 就很明显 呃 而且 拜 川普任命这些人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病毒溯源 对吧 就 就是病毒的这个事情 让你 呃 让你去 而且 而且还要 起诉福奇 就是 内外一起打 就是 你看那个什么 CDC啊 然后 呃 还有就是 呃 那个福奇啊 等这些人 就 因为 因为你说 说白了 你美 你在中共 中共国在 美国干的坏事 已经太多 现在就是说 总算长 因为你 你要 他要干这些坏事 不光是 呃 要靠内部的人 而且包括之前 什么呃 骇客 那个美国的基础设施 呃 通讯网络 对吧 你这个 你内部没人的话 他是搞不定的 所以我觉得 呃 这个样子 一来的话 中共 不光呃 不光是中共恐惧 美国那些就是说 呃 被中共买通的 呃 协助中共的 包括一些 就是亲共的那些 鸽派等等这些 都会很恐惧 因为你 他 他不知道哪一天 哪个案子 你就被牵进去了 这个呃 所以 所以我觉得 中共 他不会消停 他 他现在肯定要做 垂时挣扎 老路的 是的 这里刚才 再补充一下 这拜登和西明 11月16号 在秘鲁会谈 啊 这里有 相关的消息说 主要 聚焦 台海军事挑衅 啊 你来说一下 这个 拜登都要 立马要卸任了 啊 这个时候再谈台 台海军事挑衅 这意味着啥 分享一下 我 我也 搞 搞不太懂 那个习的这个脑回路 怎么想的 还是 他那个媒体为了 呃 环球嘛 对吧 又是环球 为了 为了就是说 故作镇定 或者说是为了 呃 就是说 显示 啊 我不怕你 对吧 呃 那个 还是 还是要就是说 在这些文字表达上面 表现的就是 很强硬 很大国风范 对吧 就是能够跟你美国对抗 其实我现在整个看下来 就是说没有一点 一点层面可以抗得了的 包括就是军事 因为现在军事也已经 也已经 呃 也已经很明显了 嘛 都都底牌都已经摸透了 因为呃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就是 伊朗的那些 你的导弹也好 雷达也好 不管你是进攻装备也好 防御装备也好 一点用都没有 你给 给那边输出的东西 你一点点用都没有 就以色列就 隐形飞机就如若 无人之境 就直接就把你 把你给打了 所以说我觉得 习也是很 很恐惧这方面 他因为他 你说他 他最后 狗击跳墙赶 呃 说啊 呃 一万艘这个 混装船 渡 渡那个 渡台海去 去拿台海嘛 也也不敢嘛 对吧 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他这一次出访 纯粹就是没什么 以 你说 他能够去 我想出来 他能够去干嘛 而且你会见拜登 因为拜登也要 也要 呃 也马上要卸任了 难道 难不成就是 在跟他们 对吧 某些力量 再进行一些勾兑 也也勾兑不了嘛 哦 路德 而且而且拜登 今天他已经 呃 就昨天已经都已经交接了 是吧 呃 就就拿那个 路德你的话 就说就是呃 上帝视角已经给川普了 那你说 你说这还有 还有什么事情可以 可以勾兑吗 所以所以路德我也想不清 嗯 想不通 他他他 他跑去干嘛 肯定喜事又 又在这里想着啊 买呗 是吧 买未来的 民主党嘛 民主党以后 是吧 很明显 中共就这点伎俩 其实他们说 拜登掉到坑里头 拜登也上去看 你们 你你到底想干啥 是吧 他肯定 他买 他买不了了 我觉得他 你看到就是 现在整个的 参议院 参众两院 全部都被 我们俩控制了 对吧 虽然说里面 有 有那些 就是说麦康奈尔 就是说 发起很多 就是秘密投票 这些之类 就像我们节目里说的 就是他们之间内部的博弈 要有一个平衡 总不见得你 你川普的人 全部你川普 说了算吧 我 我共和党内部 我也要有我的一些 就是 话语权吧 对不对 至少来说 对内的话 那所以 习想用这一点来 来进行 安当感来撬动 我觉得这个是 极其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说有可能性 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没有 谢谢啊 杨瓦先生 咱们今天 就 这个节目就到此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啊 对 对 对